清晨五點多監視器拍下 騎士雙載騎在彰化陷襲沿海路上 誰也沒想到 下一秒會變成這樣 要閃床墊 再閃不過 再來就撞到 再來就彈飛了 就面部已經粉碎了 救護車到場先通過一張床墊 再往前才看到騎士 趴在地上移動也不動 很沒辦法接受說 怎麼突然這樣這樣 前幾天還跟我講電話 後來就 撞上床墊後 騎士重傷送醫還在搶救中 家屬回到現場 還遺留一大灘血跡 床墊遭這個強風吹到這個路中 自這個機車騎士閃避不及來壯大 小犬颱風過近彰化 沿海掀起最強十三疾風 堆滯在廢棄工廠的床墊 被吹到路中間 27歲的許姓男子 借著朋友騎車經過意外 撞上至今昏迷不息 他說他就放幾個床墊在這邊 兩個啊 一個在那裡 一個警察搬走了 把責任給我 那個大地是我們 那小塊那個不是 我不知道那塊不是誰的 我不知道 長大塊那個沒有背景啊 都沒有棟在那裡 對啊 飛出來的床墊害歧視重傷 惱死 床墊到底是誰的 工廠跟鄰居互相推脫 相關的責任有待警方釐清 叫陳正偉 黃小鳳在警城專畫 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